我是雲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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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的稻米也都很好 前幾年都有得到那個十大經典米 我都是吃雲林濁水溪的米長大的 美根的一些文化 就是不是會有一些廟會還是正統嗎 其實我們雲林人還蠻多人會 熱衷於在這個紅豆上面 然後就還沒有我們台灣的特色 雲林最好的就是補坑咖啡還有紅衣 雲林有很多令在地人驕傲的地方 在路上我們巧遇了雲林縣長 縣長也跟我們分享雲林的特色 雲林的性格非常的豪邁非常的熱情 而且呢它是充滿了奮鬥的精神 這個地方它早期是一個比較平起的地方 那麼很多的鄉親人 他們年輕的時候就一定要打拼 不然說在地打拼 出外去打拼 組織接觸的人比較多 這個高翁的範圍比較高 他們也養成了他們的豪邁個性 李縣長是雲林四湖人 我們也邀請縣長推薦雲林的特色小吃 全身回味的我媽媽在學這個米糕 香肉米糕真的有夠讚 我也是一個香肉中的山荔 羊肉的米糕 羊肉爐 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羊肉米糕聽起來非常特別 聽說有家著名的羊肉店 我們快去嘗嘗羊肉米糕究竟是什麼滋味 剛剛縣長說到媽媽的味道 就是要來吃羊肉米糕 所以我們立刻來這家東式羊肉 來吃米糕囉 看它的米糕上面是鋪滿了羊肉 好 現在就來吃一口 它這個米糕啊 就米粒是Q彈的 可是吃起來就是那種黏黏的口袋 然後加上它的羊肉 羊味很重 可是完全沒有羊糟味 除了羊肉米糕 炒羊肉以及羊肉湯 也都是店內招牌 現在前面帶你們開多久 我們開五十三年 算是第三代嗎 炒湯 我在這一家用菜 已經四五十年了 東式羊肉已經開了五十三年 那不知道做出好吃的羊肉米糕 的秘訣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米糕的話 我們是用羊肉的高湯 然後加上我們的羊肉的話 我們會下去炒過之後 先墊底先拿放涼之後 再補一下 好 吃糯米 所以而且還會用羊油 所以你吃起來的話 它比較滑順 它比較不會對我們的胃會傷 原來羊肉米糕這麼好吃 不是沒有原因的 下次來到雲林欣賞農村風景 也記得來嚐嚐羊肉米糕的滋味喔